现在碗中倒入200克的普通面粉 打入三颗鸡蛋 加入一勺盐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再少量多次的加入250毫升的清水 来西式面糊 一直给它搅拌成这种无颗粒的面糊 放一边备用 再准备一个青椒 切成细丝 再切成小碎丁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切丝之后再切成小碎丁 全部放入面糊中 再加点火腿丁 葱花 搅拌均匀 电饼铛预热刷油 舀入一刷面糊 倒入锅中 晃动锅子给面糊铺匀 盖上盖子 开上下火 大火烙三四秒就熟了 我们烙的这个鸡蛋饼非常的薄 大家也可以看到特别的柔软 所以不需要烙的时间太长 三十秒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的早餐鸡蛋饼里面加了蔬菜 营养非常的丰富 柔软劲到又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十分钟就可以解决全家人的早餐 喜欢的朋友也在家吃吃吧 咯 咯